如果你記得我們今天要小考內容的話 記不記得 就是說我們上一節是談到這個信賴區間 信賴區間的概念是什麼 信賴區間的概念就是說 你從一個母體裡面去取一個樣出來 然後去推論說 這個母體 這個樣本出來的 不管是平均數也好 或者是比例也好 或者是它的變異數也好 等等 或者是那個標準差也好 利用樣本的數據 我來推估母體的參數 在一定的什麼 在一定的這個competent level 就是它的信心程度之下 它這個區間可能會 範圍是在哪邊 可能會cover到 這個區間有可能會cover到 我母體的整個參數 母體的參數當然就對應 剛才不外乎的平均數 比例 標準差或變異數等等 所以這個是一個統計 常用的一個 類似用區間的概念 它不是用 我們說過統計 有所謂的點估計 叫Point Estimation 點估計它沒有辦法 它只是一個點 那個點沒有辦法告訴你 樣本的點沒有辦法告訴你 它對應母體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我們只能用一個區間的概念 既然有區間 所以它牽涉到的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Uncertainty 不確定 這個不確定是什麼概念 是用一個信賴 一個competent level 信心水準的概念 所以這個概念就得到一個信賴區間 這是我們上禮拜談的信賴區間 跟我們這禮拜要談的這個什麼 叫做假設檢定 也有很大的關係 那假設檢定跟剛才我們談的信賴區間 其實它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不盡然一樣 不盡然一樣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什麼叫做假設檢定 那假設檢定的概念就是說 像我們原來的信賴區間 是假設你的母體的參數是不知道 對不對 是母體的參數不知道 所以你取樣出來要去推估它 這個信賴區間有沒有可能包含到 這個我們母體的參數 那現在的假設檢定是說什麼 假設檢定是說 如果我有一個母體 那這個母體它的這個參數是已經知道的 這個母體的可能平均數是已經知道的 那現在呢我去取樣 就從這個母體去取樣 這個取樣出來 這個取樣的過程中間 它可能是挑某一個特定的族群去取樣 那取樣出來的結果 它會得到一個也是平均數也好 或者是 或是所謂的比例 或者是變異數或標準差 同樣都會有這些東西對不對 你取樣出來 你就可以去算這些東西嘛 那你母體的 原先母體的參數 平均數 比例 標準差或變異數 那個母體也是知道的 那我樣本抽樣出來的也知道 那現在這兩個都知道啊對不對 那我現在要幹嘛 我現在要檢定他說 這樣子的樣本抽出來的結果 跟我的母體的參數 到底有沒有顯著的差距 所以 母體的 參數的資料知道 取樣出來的統計量也知道 所以跟我們之前上禮拜談到的那個信賴區間的概念 稍微有點不一樣對不對 上禮拜的信賴區間的概念是母體的參數是不知道 那你是透過取樣出來的一個統計量 去推估一個信賴區間是否有涵蓋 這個母體的參數 那現在我們在談的這個假設檢定 是母體的參數也知道 取樣出來的這個統計量也知道 那兩個都知道 就要去比較啦 那去比較什麼 比較這兩個到底 這兩個統計量跟我的這個參數 到底有沒有很接近 有沒有所謂的顯著的差距 這個就是檢定的概念 檢定的概念 那這個東西通常可以用在哪裡呢 就是說 就是說我可能 我從這個母體裡面去取樣出來的結果 那這個結果呢 如果它的統計量跟我的母體的參數是差很大的話 所謂的有顯著的差距的話 那我們就認為說 那我的這個某些的假設 是不被成立的 或者是說如果很接近的話 那我某種假設是成立的 所以它概念就是在檢定這樣子的東西啦 所以知道嗎 這兩個差別 信賴區間的概念在做什麼 假設檢定的概念是在做什麼 所以是不一樣的 是有點不一樣啦 但最後其實概念會有點接近 好 先到這邊先把這個觀念先 先先先搞清楚 這樣 有沒有 got a point 有沒有知道那個概念 差異在哪邊 如果考試叫你們回答 這樣至少要會講 好 當然這個學習目標我們待會看就知道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什麼叫做 比較明確的這個所謂的統計假設的概念 叫 Statistical Hypothesis Hypothesis 就是假設 好 那這個假設就是說 我對母體的參數的主張啦 這個其實跟我們之前談什麼信賴區間概念也是一樣嘛 它就是說它既然是取樣出來的結果 然後呢 母體的參數是已知的 那但是我的樣本的統計量跟我的母體參數 我對它有個主張 也對它有個主張 那這個主張不外乎就是可能這兩個統計量跟參數是很接近的 是差不多的 或者是這個統計量跟我的參數差很遠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主張 它這邊的主張的概念就是這樣 那所以這個主張有可能是對 有可能是錯 因為總是有不確定性在 因為取樣 因為基本上我們現在談了很多是在做統計推論 就是取樣的概念 取樣就是有隨機的行為嘛 隨機 那既然是隨機的行為 它就有oncertainty的概念 好 所以我們對母體的參數的主張 就是以樣本取樣出來的樣本的統計量 去主張我跟母體參數的關係 有什麼樣的主張呢 基本上就是這兩個主張 第一個叫做虛無假設 這個不曉得你們 聽說你們高中都有學統計對不對 至少我今年在那個面試那個什麼 申請入學的學生 他們都說他們有學過統計啊 所以你們應該有學過統計嘛對不對 對不對 高中啦 有沒有 有沒有啦 高中有沒有學統計 有的有學 有的沒學 所以你們可以選修是嗎 你搖頭是說沒有呢 沒有 你點頭是說有呢 所以你們是一樣 應該是不一樣的學校 所以這個是還是跟學校有關係嗎 還是跟你們自己選修有關係 看老師要不要這樣 好啦 你們當然高中統計 應該沒有上到那麼複雜啦 有沒有 有沒有上到那麼假設檢定的東西 沒有啦 好啦 那 所以我們以後會談到的假設檢定 大概不外乎就是兩種概念 第一個叫虛無啦 虛無大概就是中文的翻譯啦 我不曉得 在華人社會裡面另外一個地方 中國大陸它翻成什麼 但是它的英文叫做Nur Nur就是什麼 Nur就是空嘛 對不對 就是虛無的樣子 所以它把它翻成叫虛無假設 那虛無假設這個主張 有個符號要記住 這個符號我們通常把它寫成H下標0 H0就叫做虛無假設 這個虛無假設是什麼 這個虛無假設是說 我主張母體的參數 跟我的這個數字 當然這個數字是怎麼來 這個數字是你可能來自取樣的結果 來自取樣的結果 那這個數字你的母體的參數跟我的這個統計量 這個數字一般來說是統計量 它是沒有顯著的差距 沒有顯著 課本原來是寫沒有差別啦 沒有差別 但是沒有差別 當然沒有差別 沒有差別我們認為就是一樣嘛 對不對 但是大概不太可能一模一樣 所以我這邊特別把人家顯著啦 就母體的參數跟我不管是用什麼方式 用統計就取樣取出來的一個統計量 這兩個之間是沒有顯著的差別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就叫做虛無假設 這叫虛無假設 那除了這種從母體取樣出來跟你的 從母體取一個樣本出來跟你的母體的統計量跟參數去做比較之外 我們下一章還會談到另外一種虛無假設 就是兩個母體之間的參數 兩個母體就變成是兩個獨立的 不管是獨立或相義啦 就在這兩個母體它的參數之間到底有沒有差距 這也是我們可以把它當成是虛無假設 所以反正虛無假設的概念就是沒有差別 沒有顯著差別的概念叫虛無假設 那所以一個主張母體的參數與某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通常是一個統計量 沒有顯著差別 或者是兩個參數之間沒有顯著差別 這樣的一個假設 這樣的一個假設就叫做虛無假設 叫neural hypothesis 好 那沒有顯著差別 但另外一個對立的就是什麼 另外一個對立的就是叫對立假設 那英文就是alternative alternative hypothesis 就對立假設 對立假設剛才是說沒有顯著差別 那對立假設就是什麼 就是有顯著差別 就這麼簡單 所以統計不外乎至少就是有差別沒差別 沒差別有差別 反正就是二分法對不對 就是類似一個二分法的概念 那它的符號呢 我們一般把它寫成h下標1 但是我好像也有看過人家把它寫成h下標a 其實這個只是一個符號 不過一般來說虛無假設都是寫成h0 然後呢 對立假設有人寫成hA 有人寫成h1 那我們這本課本寫成h1 好 那這個就是對應對立假設是對應剛才的虛無假設嘛 所以我主張我的母體的參數跟統計量的這個數字有顯著的差別 這個叫做對立假設 或者是兩個參數之間的這個 就是兩個母體之間的這兩個參數他們之間的差異 所以大概就是分成這兩個假設 統計假設大概不會就是虛無跟對立假設 OK 但是就剛說的啊 這樣的主張不管你是假設虛無或是對立 他們都有可能是對也有可能是錯 因為統計就是不確定 他就是要把這個不確定性的量化 所以這個不管誰對誰錯都有可能會錯 都有可能會錯 就是這樣的概念 好 那 那我們可以舉個簡單的 待會其實只有例子啦 但我們先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我們一直沿用說像我們取一樣好了 就是我們之前不是一直在談中山大學學生的這個 假設學生的年紀 年紀的這個平均數 對不對 那假設我有全部的中山大學的學生的這個平均數 年紀的平均數啦 假設可能我們隨便說啦 21歲或22歲好了 假設22歲 有沒有那麼老 反正這是一個假設的 22歲 那我從我們這一班取樣 這個就是一個取樣嘛對不對 來上統計 紀律統計這門課的老學生 去取樣出來的結果 那算出來的結果 因為你們大部分都是大三嘛 那大三可能就是平均大概是 你們幾歲啊 21 21啊 10歲還是虛歲 11 10歲 21歲 21歲 那假設我的樣本平均數是22歲 那21歲跟22歲之間有沒有顯著差距 那你可以假設啊對不對 有沒有顯著差距你就假設 好我假設21歲跟22歲沒有顯著差距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就是虛無假設 那如果你認為21跟22歲有顯著差距 那你就認為它是一個對立假設 就這樣子而已 有沒有 就這麼簡單啦 好 所以對一個問題 同樣的一組數據 你可以認為它是錯的 同樣認為它是有顯著差距或沒有顯著差距 那你就說 那你天下全部事情都讓你包啦 21跟22本來就是有沒有顯著差距 這個如果是以見仁見智的講法來看 那有可能就是有人認為很接近 有人就認為很遠 那你把全部的情況都包了嘛 是不是這樣 那沒錯啊 但是我們 但是我們最後在做檢定的時候 只能夠去承認某一個假設是OK的 只能夠承認某一個假設是OK的 好 所以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要先記得有虛無跟對立 這兩個概念 好 那這種假設當然是一個論述啦 就是類似是一個直性的 對不對 直性就知道吧 我們從一開始就講過 是一個直性的文字描述 所有的文字描述我們通常就把它叫做 做什麼 Qualitative 是一個直性的 這種文字的描述 我們要把它變成是統計也好 或數學也好 那當然你還是要把它變成是數學的符號 所以要改成用符號的描述 要改成用符號描述 所以剛才的虛無假設 一般來說就是等於啦 就是說沒有顯著的差距 那沒有顯著的差距 我們把它換成數學符號就是等號 雖然它不一定相等 但是我們就把用等號的概念 等號概念 那如果它是對立假設 那對立假設一般來說就分成 不等於大於或小於 就是這三種情況 如果是對立假設一般來說是不等於 不等於就是不等式嘛 大於就大於 小於就小於嘛 對不對 但是對應的 這是英文 對應的文字敘述 有時候當然 其實你就知道嘛 high lane longer lane bigger lane 什麼什麼 smaller lane shorter lane 這種如果用文字敘述的東西 就是你的假設 剛才所謂的虛無跟對立假設 如果是用文字敘述 你最後還是要把它換算 轉換成什麼 用符號去描述它 去說它的假設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這個文字要把它轉換成符號 那在這種所謂的 統計檢定裡面在做什麼 統計檢定裡面通常它在做 我們一般來說在做實驗設計的時候 還用的還蠻多的 就是說你在做某一個experiment 做實驗的時候 你通常會尋求你所謂的 支持的那個主張 就是說 因為你做實驗總是要去證明什麼 對不對 你要去證明的東西 就是你的主張 那這個證明你要去主張 你就要去證明你的主張是對 你就要去找一些什麼證據 你要找證據去證明 你這個主張是OK的 所以通常我們的主張 就是說你在做研究的 對某種事件現象的主張 通常是被放在對立假設 對立假設 所以對立假設通常也叫做研究假設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要去通常 當然也不完全是這樣 但是通常如果你要去證明 某一個現象是什麼的話 那個通常是把它放在對立假設 對立假設 那你就去找證據來證明 這樣的主張是對的 那有可能是錯的 對不對 但是這個研究的主張本來就不一定是 竟然全對嘛 所以他可能是對有可能是錯 但是如果你的主張 是你的研究主張 通常就把它放在對立假設這邊 所以對立假設也把它稱作研究假設 好 那這兩個假設 虛無假設跟對立假設要同時 他就是反正這個是二選一嘛 那二選一的話 但是這二選一 這兩個東西你一定要同時去把它論述出來 所以虛無跟對立一定要同時乘數 你不同時乘數的話 你就沒辦法去做假設檢定 這個是一個最基本的道理 好 那虛無假設 我們剛說過嘛 虛無假設就是沒有顯著差距 那沒有顯著差距的概念 我們通常就把它寫成叫等號 通常把它寫成等號 所以虛無假設一般來說 我們都把它寫成等號 不過當然我也有看過 有人在做虛無假設 是不是用等號 但是 但是如果一般我們傳統在用 還是習慣是把它寫成等號 所以虛無假設 至少在我們這本課本的定義上面說 一定要用等號 那這是比較單純一點 那 對立假設呢 剛說過對立假設就是可能 因為你不等 等號是虛無嘛對不對 那我們說過 你的虛無假設跟對立假設 就是二選一嘛 那你如果不是虛無假設 那你就是對立假設 那對立假設 既然是二選一 你們自己用你們的邏輯思考去想一想 虛無是等號 那對立假設呢 不外乎就是不等 或者是大於或者小於嘛 所以 大於等於或小於 大於小於或不等於啦 這種東西就放在所謂的對立假設 那就是我們剛說的 那就是我們剛說的 不等號大於小於 這個其實就是對立假設的概念 那 當他是大於小於或不等於的時候呢 就會牽涉到所謂的檢定 我們要檢定他的概念 所以這時候會有分成叫做什麼 右圍檢定啊 左圍檢定啊 然後還有所謂的雙圍檢定 那這種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我們 先看個例子來看看好了 好不好 這樣會比較清楚 好我們先看例子 就是你看這個論述啦 有一位研究員認為 如果孕婦吃維他命 新生兒的體重會增加 好這個是他的什麼 這是他的主張啊 他主張你如果孕婦吃維他命 你生下來的baby 他的體重會增加 好那他告訴你 新生兒的這個母體的平均重量是8.6磅 他就告訴你啦 母體是8.6磅 那他接下來當然就是 如果他要去證明他的主張 你認為他應該怎麼做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研究人員 你今天看到這個 你自己假設的這樣一個主張 那你要怎麼去證明你的這個主張是對的 你要做什麼實驗 這麼簡單的 他的主張是這樣子啊 那雖然我們不是做生物醫學的啦 但是這種東西也是很簡單的邏輯而已啊 要怎麼做 你怎麼做實驗啊 你們不是常在做實驗嗎 我們號稱五大實驗 你們從大一進來就拼命在做實驗 做到現在連這個簡單的概念都不知道怎麼做嗎 還是我們的實驗都設計好 所以你們只要照一步一步這樣去做 你們就做出成果 從來沒有自己去設計一個實驗過 很簡單啊 很簡單啊 你要證明他 你就去做實驗啊 怎麼做 他認為會吃 吃維他命會 體重會增加 那你就 就想辦法去找 一群孕婦 然後給他維他命吃 然後咧 然後再去觀察他 他生出來的小孩子怎麼樣嘛 是不是就這樣 沒錯 對啊 對啊 應該是這麼簡單而已吧 沒有那麼複雜 好 所以 這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 研究的一個前提之下 我們來論述他的這個 假設檢定 因為他最後要做檢定 所以 那假設檢定我們說過 他一定要先做 先要有一個主張 先要有一個主張 那所以我們要先有一個 虛無假設跟對立假設 好 那對這樣的一個研究議題來說 他的虛無假設是什麼 虛無假設就是 H0 A對立呢 好 H0 那他的母體平均是 這個Mu 這個Mu 當然Mu說過這個是母體的參數 但其實這個就是代表 我們今天取 可以當成是一個 但這邊Mu就是 反正就是一個樣 一個取樣出來的結果的 一個平均數的概念 所以母體的參數 就是說這個 我去找這一批新出來的樣本 就是說吃了 吃了什麼 孕婦吃了維他命 那他的新生兒的體重 他的平均數 等於8.6 這個就是虛無假設 就代表他沒有差 我吃了孕婦吃了什麼 吃了維他命 結果我生出來的小Baby 他的這個重量的平均數 幾乎跟8.6 當然這個等 等於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顯著差距 這邊的等號其實不是一定要相等 就是沒有顯著差距 所以我的虛無假設 但我們虛無假設習慣是用等號 符號的表示 所以 H0虛無假設就是Mu等於8.6 就代表我的這個新生兒 就是吃了維他命的孕婦 我的新生兒體重 跟我的母體的 原先的母體的8.6 是幾乎接近的 沒有什麼顯著差距 這個就是虛無假設 但是我的研究主張是什麼 我的研究主張增加啊 那這個就是你的對立假設 所以你的對立假設H1 就會變成是你的Mu應該會大於8.6 對不對 會增加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描述啊 描述說會增加 會增加把它轉換成符號 不就是大於嗎 對不對 所以H1就是Mu大於8.6 Mu大於8.6 那 那這個 檢定呢 以後我們會談到的檢定就是說 那這個叫右微檢定 為什麼 因為 8.6在這邊 那你的認為你的新生兒的體重會超過8.6 所以你要檢定右邊的 這個就是左右很清楚嘛 8.6在中間 那你說你的新生兒的體重 經過這些處理過之後 他的體重會超過8.6 所以他是看到8.6 右邊 右邊的那個數據 所以那個就是右微檢定 就叫右微檢定 好 所以這個就回應到我們剛才說的 右微檢定 那右微檢定的概念就是 他的虛無假設是Mu等於k 這個k就是你的母體的參數 那他的對立假設呢 就是Mu大於k 只要往右邊的就是Mu大於k 就是右微檢定 好 好 那我們再看第二個例子 好 工程師假設在USB的製程中 如果有些工作是使用機器人來取代人類 那麼平均的瑕疵個數會降低 好 那現在1000隻的USB 平均的瑕疵個數是18隻 好 那他現在要 如果要做一個study 那怎麼辦 所以平均數1000隻是什麼 18隻 那我一樣啊 那我就怎麼樣 再去取一個樣出來對不對 那如果去把做一個實驗嘛 就是按照他說明的 把某些製程中間的這個人類的手工的部分 轉換成用機器人的話 那看他那個數字會不會小於他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因為瑕疵數會降低 那剛才原先的平均瑕疵數是18隻 所以你的虛無假設是什麼 虛無假設就是一樣嘛 那就還是18隻嘛 對不對 所以H0就是什麼 μ等於18 但是因為你認為說 用機器人比較好 所以人類誤差比較大 所以我的假設檢定就是 他的對立假設就是什麼 μ是小於18 那μ小於18就是靠左邊嘛 所以這是左偽檢定 就是這樣子 好 再來看一個 心理學家認為 在測驗過程中 聽輕音樂會改變測驗結果 好 好 那這位心理學家不確定 分數會改變多還改變少 那過去呢 這個測驗的平均分數是73分 好 那這樣的話 對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論述的一個概念來說 如果我們要去檢定這個心理學家 他的假設的話 那同樣的你要先去做他的虛無 那虛無的話就是相等 所以μ是等於73 平均分數73 然後呢 他做了所謂的這個什麼 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可能考試的時候就放音樂 給學生聽 然後再看看那個考試成績怎麼樣嘛 那因為他不確定是多還是少 所以他只是說他會改變 只是會改變 那變多變少不知道嘛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把它寫成 他的對立假設就是μ不等於73 就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什麼 那不等於73 它是小還是多 我們沒有先入為主的概念 我們只是認為不等於 好 那如果是不等於的話 那這時候我們要做的就是 雙為 我們之後會談到雙為檢定 好 大概的概念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一個問題 你要去假設檢定的時候 你都要先去做這個什麼 這種虛無假設跟對立假設的描述 要去給他描述清楚 對不對 這樣夠清楚了吧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 好啦 這接下來我們待會兒 下一節課再看